今天多謝PTSD 邀請我來測試他們最新與SEF合作的Slide Kit 叫Omen的Slide Kit 這支槍本身我拿上手的時候已經組好了 現在組了一支標準Code 17的尺寸 簡單介紹一下整支槍的外形和設計 剛才我都在手上玩了一輪 它有一個特色是前面有一個階段 根據SEF的廠方跟我們介紹 這支槍合一支標準Code 17的尺寸 其實是一個剛剛好Code 34的尺寸 他們為何會這樣設計呢 原來他們這樣設計的原因是 方便可以代入Code 34的尺寸 在槍後面是鋼管 它的管是Stinkless Steel 是用14mm的翼啞扭上去的 你看到這個尺寸的設計很穩陣 我們器槍14mm扭上去 另外用兩顆螺絲去夾十條尺寸 基本上都不會鬆的了 我聽他們說 其實它設定真槍設計的尺寸 都是這樣的 另外後面的畫架 完全是他們設定本身的獨特Cutting設計 一定就知道了 它前面和後面都有防滑紋 它這個防滑紋是特別設計 是讓這個尺寸 在鋼槍的時候 就回手指弓的角度 或者鋼槍的角度 特別是前面 你們可以看到 左右和頂部都有些防滑紋 畫架方面 上面都是頂部和左右方 都是有這個洞去偷輕畫架 其實看回資料 他們是特意設計在前面 去偷輕畫架 令到它的覆進的時候快些 其實以我所知 他們有很多真槍界 其實都是跟著這個方向去設計他們的手槍 我相信現在我們用到器槍的效果 一定會更加好 整個畫架總體來說 重量都很輕 唯一你會感覺到 真正的重量 其實就是後面 你現在看到這支鏡 本身PTS 現在出這套器槍的時候 他們就出了兩款 第一款就是 就是給一些喜歡裝RMR鏡鏡的人 另外就是給一些喜歡裝DELTA POINT鏡的人 在買之前就要選擇定 他們在畫架上面已經設計 有個洞被人去賞實 再看看畫架上面 除了你可以裝鏡之外 原裝它跟回來的時候 已經有前後準聲 聽廠方是降噪的 前面光纖準聲 後面就是Safe 獨特設計的 Combat的後準聲 本身我很喜歡 它就是有防滑紋在後面 這套器材料 包括這套器材料 鋁造的加大MAT 包括這套器材料 這套器材料 可以用落時 去調整版機的行程 這套器材料 已經是降取 所以不用再買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買一套器材料 還要再組裝鋼錘 鋼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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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輕的 封鋼錘 是很輕的 另外 這套器材料 原裝鋼錘 也可以用 這套器材料 包含鋼錘 鋼錘 也包含Safe MATWELL MATWELL 設計是 在邊緣擴大 方便入甲 這套器材料 已經包含鋼飛機座 以及飛機一套 裡面所有東西都已經有 所以基本上買回來 買一套器材料 就已經可以打 鋼錘